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王的感慨与凯旋的荣耀 曾经驻他归国的楚国和秦国 悄然间已从盟友变成了对手 与此同时 曾经患难与共的陈流 也在期待着对十九年艰辛的报上 而那些曾经不共戴天的仇敌 一个个又在作何打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ub To Han 你是谁 我是楚国大副叔伯 ну你是狭人的有要紧的事要借虫儿公子 请速取通报一声 在下就是 你 大佛立国部 在下确实是崇尔 恕我失礼了 事情紧急 我不能久留 我们楚国的子余一将军 要杀孔子 诸位最好 今夜就逃出楚国 如今晚走不成 也可趁明晨去 宫中赴宴的路上 驱车一直冲出城门 唯独万万不可 进宫赴宴 为什么 公子 咱们还是连夜的 对 公子 若连楚王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就匆匆忙忙逃走 来日又有何面目与他真高相 崇尔拜见楚王 寡人今日得失公子 乃平生 乃平生姓氏啊 请 周礼规定 只有诸侯 才能享有的七顶六国呀 公子历经坚信 今日才得到应有的礼遇 此乃天意不可退让 是啊 请 公子请啊 公子 我王不惜违背周礼 而台爱你 而公子并非诸侯 受此礼遇 难道心安理得吗 大王既然宁愿违背周礼待我 崇尔怎敢不违周礼 以谢大王呢 公子 不必急 紫玉将军以为 公子与寡人亲如间 所以忘记了礼 公子 紫玉不才 愿以验射 为公子重姓 紫玉 好 来 好 请 公子 公子手下尽是奇才 必成大事 只是不知 公子若能反进主政 将来如何报答寡人呢 大王 贵国美女玉伯 目不下戒 真情亦受 应有尽有 崇尔对大王的恩德 实在是 不知该如何报答 公子赞美楚国的话 虽然不假 但君子都是 只能比报啊 如此看来 我对大王的恩德 应该报答的 非同一般了 地分九州 天无二霸 躺了日后 晋国在公子的治理下 义军突取 到时候 是不是以我国 并肩而立啊 如果从而 能托大王的红福 得以回国 自当以大王为表赛 在历经图治新生社稷 倘若不幸 晋出两国 偶有兵龙相解 崇尔当 自愿退兵三社 公子 愿与奸厂兴建时 先退兵九十里 崇尔绝不失心于大王 倘若公子退兵三社之后 我王 仍遇于你 争高下呢 崇尔只能被迫左手之功 右手搭建 与君周旋了 来人 赵国在 都说着我投入者 进宫子 散关心 啊 雯姓 吴老婆大 在丸子中进过来 有要事相告 丸子在此恭候多时 国中出了什么事 一无并重 吕生已经派人去秦国 接太子于秘密回国 准备商议继位之事 糊涂老婆让命我 速告公子 迅速转到秦国 以求入境 为什么要转到秦国 以求入境 吕生 西渭已经掌握了兵权 他们严防公子 秘密回国 公子 我们重返秦国的时机 终于等到 从而一行 日夜吃望秦国的同时 在秦国做人质的 晋国太子裕 也得到了 其父乙无并重的消息 太子 有人送鸟来了 拿回去 我不喜欢 太子 这可是从河东边 飞过来的鸟 太子 必须想办法 赶快逃回去 逃什么呀 我让我岳父 派兵送我回去 秦国国军 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怎么会呢 他把女儿嫁给我 不就是为了让我 当晋国的国君吗 崇尔这几年 走南闯北的 名声越来越大 再加上糊涂的人 一直伺机 拥立崇尔 他们很可能 要借助秦国的势力 可我是秦国的女婿 你是秦国女婿 可秦国的国君夫人 是崇尔的妹妹呀 所以 吕生大幅吩咐 万万不可泄露消息 太子今夜就逃出秦国 只要能登上军位 看谁还能把你怎样 好 今夜三更 你在门外几掌为好 舍不得 那就别走了 跟我一块回去好吗 回到晋国 你就是国君夫人 妾在秦国服侍太子 是奉君父之命 若不辞而别 岂不惹怒君父 是不是我一走 你就要去禀告国君呢 你作为人质 已经在秦国度过了 整整五年 回国继位 本是理所应当的 可你 却非要偷偷离去 天色不早了 你上路吧 我不能把你留给别人 我哪儿也不去了 你快走吧 我不把你留给别人 我不去了 哪儿都不去了 你爱妾 还是爱晋国的君位 我 我都爱 犹豫不决的算什么男子 妾只要磊落男儿 不要苟妾小人 为何不及时禀报 宫情恕罪 公主一直隐秘不报 金臣才发现 好个太子 寡人一心扶你 一句 真是有其父 必有其子 这两代人 全都辜负了寡人 都没有 work 我还没想到 我要干 兄长 自冲兄长逃出荆国 我们兄妹十九年没有见面了 兄妹相见可喜可贺 敬公子冲儿拜见国君及格国君夫人 公子请起 叫闻冲儿公子贤明大德 不想今日才得以相见 公子请 冲儿虽颠沛流离 但所到之处无闻国君威德并重 公子过于寡人惶恐 倘若不是天命注定 寡人和公子在十四年前就该携手了呀 十四年前 冲儿旧精磨练千功斥重 但不知他骨子里对寡人如何 国君啊 晋国正处于新旧交替 太子与尚未立足 国君若是有意于崇尔 应早做决断 二位老臣 寡人 还要试试冲儿 把公主嫁给我 可她是太子与之妻 我是太子与叔父 这不行 将公主转嫁公子 是秦伯亲口提出的 还望公子三思 我若做了叔父去执席的事 何以再建故国父老 公主被太子与抛弃 过去是执席 现在只是秦国的公主啊 不 崇尔不愿天下人耻笑 此事难以从命 我刚才在门外都听见了 惹天下人耻笑的 不是兄长 立即害太子深生 以武恩将仇报 太子欲诱背信弃义 惹天下人耻笑的是他们 秦伯将公主嫁于兄长 是为考验 兄长 对秦敬之好的真心 兄长 绝不能以为个人小节 而有失禁国大业 如今 禁国的前程 全有劳于兄长你了 兄长 请公子惯喜 请公子整发 请公子束口 公子无礼 请公子 公子答应君父与妾成婚 到底是真是假 看来 看来 答应婚事只为骗取君父 等到登基继位 便可以像太子羽一样 将妾抛在一旁了 对吗 妾不忍再使君父被人欺骗 这就去禀道一声 公主 结局万万不可 愁未经过大业 确实面为其难 感谢公子坦诚相告 妾姬家太子羽 原以为可以终身相伴 但是见他为了贪求尽力 要被君父而去 才甘心从此毒手 答应他返回晋国 公子大名仰慕已久 但与公子结为百年之好 妾实不敢奢望 既然为了晋国 公子不得已答应娶妾 妾也无怨 公子尽管安心与妾 做个名义夫妻罢了 从而没想到 竟得到公主如此深恩厚爱 妾不奢求公子恋爱 知情公子以礼相待 就心满意足了 不 公主身名大义天下难迷 公子如此珍视情境之好 君父若是知道了 不知该有多高兴 秦伯队从而恩重如海 从而终身难报 你知罪吗 老老臣不知何罪 寡人已下令 凡追随崇尔者 必须限期返回 静光 你的两个儿子 胡燕胡毛 为何敢蔑视寡人 至今不归 臣并未召回二子 胡毛胡燕 追随崇尔多年 与臣在朝忠于国军 又合两样 臣又有何理由 召回他们呢 你难道不怕死吗 臣 只怕他们 为子不孝 为臣不忠 除此别无所惧 斩了他 好个狂狂的太子鱼 刚登上权位 就滥杀曾辅佐过几代国军的老臣 不怕他不怕天怒人怨 启禀国军 请立即肇事靖国朝臣 天将大任与崇尔登基继位 为靖国国境 太子鱼如不退位 尽将亡国无日 好 寡人立即设宴 送崇尔公子回国 登基继位 公子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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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军 崇尔这是在吟诵河水 他把国军比作大海来朝拜 寡人 为了答谢崇尔公子的盛情 勇师钓跃如何 六月七七 荣车济翅 我夫继承于三十里 亡于出征 辅佐天子 公子快快下拜 受秦军所赐 这 这是为什么 秦伯吟诵六月 是把辅佐周天子之重任交付给晋公子 崇尔敢不下拜吗 春秋又是诗的时代 按周朝的礼节 诸侯之间交往 常以诗歌向唱达 借此表达心志和愿望 这就是诗言志的由来 老练圆元淑的仇尔正是利用了诗歌的多异性 为日后与秦国争霸 抢占了仙计 大爷能飞回家吗 渡过这条河 渡过这条河 我就该回国腾军了 公子 这些东西留着有何用 我扔着它 好 你走 切得点 没想到公子未得富贵 先忘平坚 来日若喜心弃旧 古厌 把我们这些同手患难之人当作残破器物 那岂不枉费了这十九年的心血 趁今日还未渡过 咱们就此分手吧 以后 还有个香烟之人 虎爷 你 公子 公子称君以后 内有诸臣 外有秦将 胡爷 不妨就留在秦国 给公子当个外臣 公子 公子 请收下这块运势 做个剑 胡爷 我们同干过往他 历尽前行总算熬到了几日 你可 是啊 你何出此言 臣自知有三罪 所以不敢相从 三罪何在 臣使公子受困于五路 此一罪也 使公子受曹魏二军之辱 此二罪也 在齐国 趁罪劫持公子 使你大怒 此三罪也 过去 公子正在流亡途中 臣不敢辞 如今 苦难终于熬进 臣奔走数年 惊魂击绝 心力病好 就像这破席子一样 已经不能铺进你的殿堂 已经不能铺进你的殿堂 去臣无所 我走了 狐烟 狐烟 你说得对 我若回到晋国 要忘记住军的功劳 子孙不畅 何神作证 公元前六百三十六年 晋公子崇尔在秦国大军护纵下渡过黄河 晋军归顺 淮宫被杀 崇尔在祖庙之地取卧继位为君 这年他已六十二岁了 嗯 启禀国君 以四人前来求见 四人 必须从都城来的 召他进来 国君召见 启禀国君 那四人不见了 不好 其中必有缘故 快速追查 务必带回 来人会是谁呢 我们到房前巫后探长 请国君不要离开此地 四人 难道 谁 晋公子 切勿高尚 抬起头来 日关重大 清公子千万不可放人进来 你先抬起头来 死人博迪 拜见国君 你 博迪 果然你还活着 你还活着 什么东西 难道不想问我为何而来吗 让寡人尽手宰了你 你算你祖上有德 你还不是来找死的 十九年来 你就像一条毒蛇天天地咬着寡人的心 没想到 总算有了今天 我错看了国君 你以为寡人是一个忘记仇恨没有学习的人吗 是我错吧 国君 视为宽宏大度的民主 丁雅律直 救不了你的命 不要进来 国君 寡人已经答应过他 既然我非死不可 我 就请国君 不要刺断我的喉咙 还是完除我的心吧 寡人成全你 完除我的心 告诉靖国 那些像我一样叛了搏斗宽恕的人 死了心吧 崇尔 不是齐桓公小白 不计射够之恨的民主 只在齐框 不再尽框 国君 国君 滚出去 谢国君 滚 小人博敌 还没有报答国君 滚 吕 旅盛细锐密谋 趁你败为高兴 大军尚在高粱 将于明日半夜 潜到取卧 就在这个新宫 放火烧死你 国君 要讲的话语讲完 可以走了吗 好 国君 伯敌为何不留下来报答国君的不杀之恩呢 他已经报答寡人了 他活着 就是对寡人的报答 就是寡人对天下 对晋国的无言宣告 由于及时得到伯迪送来的信息 新军崇尔一举粉碎了汇宫 怀公党羽发动的叛乱 彻底结束了晋国数十年内乱不已的局面 在功臣满堂的大典上 苦尽甘来的晋文宫 却发现又少了点什么 给你 你 叶子蜡 你 叶子蜡 叶子蜡 开门哪 我是胡雁 胡雁大夫 晚了 晚了 监子蜡背着她母亲 已经到棉山上隐居去 他回去了 棉山 启禀郭君 三天了 扔不见戒指推母子的身影 他会不会 已经悄悄离开了棉山 不会 山脚四周 都有兵士日夜把守 再说 戒指推背着他的老母亲 也不可能离开 母亲 母亲 您怎么不说话 来来 坐一会儿 可我还是想不通 你敢搁下自己腿上的肉给国军冲击 可你怎么不敢把憋在心里的话 跟他说一说呢 我不愿意像胡彦他们那样 邀功情赏 说人家把你忘了 你又不说 可你心里啊 有怨恨 这有什么用呢 寡人 寡人 亲自上山寻找 找不到戒指推 寡人也就不回去了 郭君 当年戒指推割肉现实 就是为了助你早日归国 如今 立国之初 百废待兴 郭君岂能为义人 而悟国家大事啊 那你说 怎么办呢 臣再去找 一定找到戒指推 戒指推 对 提表郭君 人们都说戒指推是孝子 因此他才被母亲上山隐居 何不点火烧山 对 戒指推看到大火 一定会被母亲下山的 好 好 好 过去 事到如今 没有别的办法了 过去 你们要 四处去寻找 万万不可 烧到她的母子 母亲 母亲 也不想 haben humili 你破坏 母亲 母亲 美女 你iad 她有个糖溫 你把说句也惊动了 这么说 国军想起我了 想起我了母亲 他想着你呢 那咱就下山吧 你不下山还等着烧死我 这就对了 你们君臣相见 就平安无事了 国军他不是个王恩富裕的人 他会加倍赏赐你的 加倍赏赐我 怎么 怎么不走了 我下山 人们会说我 戒子推上山隐居 是为了得到 国军更多的赏赐 那样的话 我这张嘴啊 今天事也说不清了 姑姑 我不能下山 你 你宁愿烧死 也不让人说闲话 对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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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是打定主意 绝不下山了 是吗 母亲 你 与其被人 妖公清赏的罪名活着 不如让火烧死 可是 为了母亲 我宁愿 被人的恶名活下去 走 母亲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 活不了几天了 母亲 我的儿啊 我不能让你背着罪名 活一辈子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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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儿 国际 为什么不忘了我 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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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从此这座山就定为界山 每年的今天定为寒时节 以后每到今天 全国上下要警觉阎国 让子孙后人千秋万代的仰慕 借着推大人的明节 让子孙后人千秋万代的警觉 寡人 一束闲凉的过错